第三个就是外在行为的约束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就会告诉孩子 这个可以做不可以做 但是问题是 我们在外面行为的约束 你也是慢慢慢慢 你就不能够像一个孩子一样 六岁的孩子一样 这个可以不可以 你就慢慢要跟他们要讲理 为什么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 而且孩子越大的时候 你应该更多的跟他们一起商量 你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做 好处是什么 坏处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跟他解释 我为什么不希望你这样子做 原因是什么 这让他的外在的约束 慢慢变成内化 他能够明白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做 而不是只是 你不准他这样子做 那下面的就是身心灵的供应 到底身心灵的供应 有两个很重要的 一个就是我们父母 孩子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重要 我们要给他就是无条件的爱 让那个孩子知道 他不需要靠他的成就来讨你的喜欢 他不需要用成绩单来讨你的喜欢 他也不需要因为他是读到博士 你就特别喜欢他 你对他喜欢爱他就是爱他 不是因为他外面的成就 这个是无条件的爱 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找的 现在当我在做家庭辅导的时候 我发现夫妻中间常常彼此伤害最大的就是 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 当你让我高兴 当你能够给我好处 当你满足我对你的期盼的时候 我就爱你 否则的话 我的爱就没有了 但是所以我们都在家里 我们就是都在找那个无条件的爱 照理来讲 父母既然这个孩子是我生出来 我应该是给你无条件的爱 但是我觉得很不幸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 我的确是无条件的爱你 人家说妈妈都是没有说自己孩子丑的 可是等到他慢慢长大 他有能力来让我有面子 让我争光荣的时候 我就变成有条件了 当你没有让我得到面子 没有回归我 没有来养我老的时候 我就不能爱你了 我就常常我们那个无条件的爱就收回了 第二个就是独特性 你会发现每个孩子 每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我常常会拿这个来比喻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世界上 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 每个人就好 上帝造那么多的人 每个人就像一个很大很大盒的那个拼图 你看到那个盒子里的拼图的时候 每个拼图每一块都是不同的样式 没有两个拼图是一模一样的 有的拼图很漂亮 有的拼图很非常的单调 比如说蓝天或者是海 好像看起来都是一样 但他们的形状不同 但是他的内容并不是那么吸引人 但是你会发现每一块的拼图都是缺一不可的 假如这一块这一个小的这个 这个图这个叫什么 puzzle的piece 如果他不在的时候 这个拼图就不完全 我就觉得不管在教会里 在这个世界里面 其实上帝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让我们有很多我们的特点 所以刚刚我就回答我最开头的问题 到底什么才是成功的父母 我觉得成功的父母就是帮助孩子找到他生命的计划 他的特点 而能够让他发挥他的潜能 做一个最有用的人 那这个人不一定是他不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说好像很有名的人 或者是让人家觉得很出色的人 但是如果他在默默的用他的特点来 来服侍别人来尽到他自己的一份责任的时候 他就是成功的人 因为他那一块拼图的piece 目的就做他的那个拼图piece的那个原来的做的人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可是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孩子 看起来好像很起眼 或者是变得很重要 以至于当我们的孩子外面看得不起眼 好像很平凡的时候 我们对他很失望 我们不能接纳他 为什么你 为什么你 你的理科不好 如果说现在很理科很吃香的话 我的孩子如果想要去念中文 我就说这个 没出息 就是将来没有前途 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很喜欢 他有这方面的长处的话 你帮他一起找到他为什么要念中文 他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而不是说一定要把他把它变成念理科的 让他在里面很痛苦 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有一点是很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我们拿别人的孩子做一个榜样 比如说我们就觉得圆的很好看 然后不管我们的孩子是方的还是椭圆的还是菱形的 我们就要往那个圆的里面去塞 好像一定要他fit那个圆的圆形 所以以至于我们的孩子被塞过去 也许他是塞过去 但他遍体灵伤 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 你要去了解你的孩子的特长是什么 你要去接纳他 你要看到他的特殊定性 然后你在他长大的时候 你要夸奖他的提出他的特殊性来 夸奖他 让他能够往那个方向 能够更发挥他的潜能 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假如你的父母一天到晚就批评他的长处 就说哎呀你这个人长处 就说哎你这个人怎么心那么软 一点都不好强斗胜 你这个人怎么搞得就是好像理科这么差 你这个将来怎么上大学 你一天到晚喜欢去写写东西 这有什么用处也不能当饭吃 你就会发现当你在批评他的长处 他的特点的时候 你也就是让他对自己 对自己就越来越没有信心 而且他会看清自己